大家好 最近我们要转移去象山了 去之前我们准备下个馆子 馆子里的菜好离谱啊 巧克力烤香蕉 后来我们换了一家馆子 这家馆子好吃是好吃的 就是这个水果罐头太甜了 还有这个臭豆腐太臭了 但其实其他的菜都是挺好吃的 去了象山那边就没有外卖了 也没有超市 所以我们到城里进货 我们各自网购了很多东西 然后拖司机师傅回城里 帮我们一次性运回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很帅 电梯里差点就要挤不下 我们这么多人和东西 每次我们刚关上电梯门 电梯门又自动打开了 因为实在是太挤了 我挤到角落里面总是会 不小心按到电梯开门的开关 我们就在电梯里维持了一种 很诡异的姿势 把东西运上来了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进了一些什么货 其实应该等到双十二才买的 但是我等不及了 首先买的是触控笔 如果每年我能少丢两次触控笔就好了 碱水小丸子不好吃 碱水面包不好吃 这一个是燕麦面包好吃 全卖的好吃一点 这个是红蔬仔 当着小零食用 糖心卤蛋 紫薯干 差点忘了我还买了一些秋衣秋裤 朋友们冬天一定要穿啊 因为只来这边住半个月 所以我就戴上了自己的睡袋 这个睡袋很好 帽子一戴还能当眼罩用 推荐认床又需要出差的朋友 可以买一个 不要脸 不要脸 不行 你要入我 太吵了 哈哈哈哈 在我们的摄影棚附近有一个菜市场 走 我带你们去逛逛 我奶奶家呀 好喜欢这边又冷又干净的空气啊 菜市场到了 因为还很早 所以菜市场有很多大爷大妈在这买菜 好可怕啊 看 小王八 买一点鹌鹑蛋回去吃吧 这儿还有当地的特产 艾草糕 好像是这个 但可能需要放一点白糖一起吃 不然的话就会 没有什么味道 吃不出来 没有什么味道啊 我真的没想着吃 菜市场里还有好几只小狗在跑来跑去 门口有一家酿酒的店 走出来之后还看到几个小摊 在卖奇形怪状的萝卜 还有当地的橙子 叫红美人 不停啊 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 等着我再勇敢一点 嗯 过了 今天再用 我这就去 去拥抱你 它叫做 这就是这样吧 我叫它 马卡里纳 那 他叫做 马卡里纳 我叫它 马卡里纳 这就是 马卡里纳 耶 它叫做 我叫它 好了 带上新朋友 跟大家一起说个拜拜吧 拜拜